字幕提供 一個倒下 誤代表事情已經完結 薄熙來案審結代判 以打他名義進行的政治清洗 已經伸延到能源體系 被公司副總經理王永春 日前涉嫌嚴重遺跡 被中紀委調查 忠實由昨天停牌 而且發聲明表示 星期一收到集團通知 公司的三名高層 正接受中國相關部門調查 而他們因為個人原因辭去職務 聲明又說 公司的經營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翻查資料 前後落馬的四個人裏 這兩個分別掌控的大興油田和長興油田 兼中石油七成五的油氣產量 而他同時是昆倫寧原主席 是中石油在南美 中亞和東南亞對外窗口的領頭人 今次被查落馬的 全部都是掌控中石油 以至國家能源的重要人物 有專家分析 中央今次向中石油開刀 目標其實是 想清洗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在能源體系的利益集團 周永康 堪探部門出身 在石油是企業任職當年 到07年為知政治局常委 12年退任 至今 在國家能源系勢力龐大 而堪探和生產 又是中石油最大的開銷 以12年為例 利方面開支達到2200多億人民幣 佔集團總開支近6成5 有業內人士說 掌握陷探和生產 在專業程度高 不透明的石油行業來說 是掌握最多的資源 亦屬之前出入的明拳暗道 有分析說 今次中共清洗周永康的派系 但周永康本人應該不會受到調查 而未來會不會有更多能源系官員 受到牽連呢 這也是未知之數